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强调自己只是转述邻居的说法 不过黄世修也告诉他 如果他今天对于彭淮南还有郭台铭道歉的话 或许他们会考虑撤告 但钟小平也直接回应 他说他自己说的是事实 所以他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要道歉 帅林律师团大动作来到北检 怒告台北市议员钟小平诽谤罪 钟小平议员竟敢冒用彭淮南总裁的名义 恶意攻击郭台铭先生的联署 实在是非常不可取 黄世修赶在三点来提告 钟小平选择同场晚二十分钟来澄清 也在一旁听着黄世修接受访问 这也是郭台铭宣布参选后首场提告 为哪种就因为钟小平爆料 彭淮南要邻居别邦 郭台铭联署 但钟小平话都说了 怎么把这场大事画小小时画无 黄世修有条件 只要钟小平议员向彭淮南总裁 郭台铭先生公开道歉 向社会大众做出良善示范 我方可以考虑撤稿 要我道歉什么 我是事实的陈述嘛 郭董宣布参选二零二十四后 除了要忙联署 还要立党传闻满天飞 华世新闻与陈建达台报道